拿大奖的运动员 其实他都不是我们 传统的主流典型的观众学校 那里去成长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要思考的,一个运动员 除了技术上是很超卷之外,其实他整个 心理状态的准备,就是 我们当然不是网字笔薄 我们传统的或者东亚式的教育 固然是有他的优胜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这些来自国际学校也好 何大辉学校也好,还是在外国学成归来的也好 为什么他们在自信 和那种松容方面 比起其他运动员更加放得开 国家队和港队在眼前的成绩都不错 但是我们除了奖牌之外 因为最近我们官媒,《人民日报》也有 发表一篇评论 分析我们在 啟粗蓝团失利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很希望争取金牌 但是不能违金牌论 其实都反映我们 不只是在外交上,经济上 这些所谓的硬实力 在体育、文化上 社会进步上的一些软实力的进展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实是更加值得我们国民去重视的 先讲国家队 这个混伤 上届就失落了一个乒乓球的一个奖牌 当然啦,乒乓球我们再强也好 不能够视为一个狼动物 因为客观上 我们上一届是输了给日本 那么今届我们 体操的蓝团也是输了给日本 那么日本是很值得我们去 关注同一个学习的对象 是为什么呢?就是说 因为日本,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它的现代化 是走在东亚诸国之前 是不是? 那么体育成绩呢,在过去的100年 都是远远强过 包括两岸四地 包括南北韩在内的东北亚的鄰国 但是后来 当然不单止给我们中国 远远是抛砖老后 甚至是韩国在很多领域 也是打败了日本 但是去到近年呢 是因为一系列的改革 令到日本 无论是大球小球 包括蓝球,足球,体操各个领域 都有一个恢复之势 那么为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和学习呢?就是说 跟日本一样呢 我们都会面对一个 人口老化的问题 我们都会面对那个经济增长 放缓的这个问题 但是不等于我们的社会 不会再透过改革 透过开放呢 在其他的领域呢 是随得一个长足的进步 甚至是一定程度的 停滞 哪怕是被人超越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反超越的 过去这几年呢 日本在体育场上 五局限在奥运场上 那个大友 就是复兴的这样的态势呢 里面有很多细节呢 特别在体制上面的改革呢 值得我们去关注 那么这次这个混伤 乒乓球呢 可以说是修复失地的 因为之前我们拿不到 日本拿到 那么其实人家都是实至名归的 但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呢 好几队球呢 无论是赢了我们香港 王振亭组合的那个 朝鲜的组合 或者是在贵军战呢 也都是成功击败 我们的南韩的组合 甚至是今次我们取胜的 这个中国的组合 很有意思的现象呢 就是和之前的混伤的 构赏不同呢 就是三队 胜选的冠亚贵军呢 其实都是女子的选手所主导的 那么这个和我们原先的构赏 这个混伤里面 女子都是一个防守和控制 那刹波拿分是靠男子 特别男子是这个 一个直弹的选手 一个很大的一个 那么这个是不是反映我们 就是东亚社会 亚太社会 传统男性主导的 在瑜伽社会 因为日本韩国 都是很属于瑜伽的 那种强势的男性呢 其实已经是逐步逐步 接受了两性的平等 甚至在个别的运动行目上面 其实东亚的女性 反而有一个优势呢 那么这个就是在奖牌以外 我们很可能 很欣喜地看到一个 一种社会的变价 对吧 就是比如 负责打气的 很多时候是那个 女子的球员 那么甚至 他不只是在性别上 是处于传统 所谓弱势的方法 年纪上也是的 譬如你看 拿了铜牌的 这个韩国的选手 其实这个 那个女子 不单是年轻 不单是女士 还以为是年轻一截 他的资历 也是浅一截 那么 而 男团呢 那么我们那个 体操失落了 但其实那个比分 当然是很遗憾 因为我们有几次严重的失误 譬如 尤其是在这个 伤降上面 伤失跪地 两次就由 降上面跌了下来 每次都扣了一分 总共是三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输了半分 0.5几分 你说赛哥很遗憾 或者我们心目中 有很多的结果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但是你又反过来想 其实日本人一样 在他们并不是最擅长的 安马上面 就跌了下来 所以 运动场上 特别是这些团体的赛事 就是一种综合国力 和心理质素的一个挑战 背后 有没有一些 譬如我们在中国 在一个选战上 行兵暴阵 各方面的一个 就是需要检讨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后话 但是第一 我觉得拿银牌 也是赢回来 不是输回来的 所以是不需要 有太过重的心理负担 有道歉 有各个方面 其次的就是 中国和日本一样 其实在一个团体上 其实是各有大家的强行 譬如日本在香港上 比较强 但是反过来 譬如在安马 跳马那方面 他就没有我们的国家队 所以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就 也都不是一件 特别是值得 令人去遗憾的事 反而值得关注的 就是在东亚地区 或者全球来说 我们一直都很强的 那个女子体操 其实这次在团体战上面 其实我们是被 不单止是美国 还有其他西方的队伍 是抛得相对比较远一点的 那究竟原因在哪里呢 是不是有些系统性的检讨呢 我们是需要去知道 那 同样我用同样类近的视角 就是从一个社会进步的角度 去看回我们港队的表现 那 江文慧和这个张家朗 我认为他和我们传统所理解的 我们中国或者东亚的运动员 非常之不一样 就是他不只是取得冠军这么简单 而是之前无论江文慧的输 或者今次的赢 张家朗还要连赢两次 他们那种自信 他们那种松荣 当然你可以说 那么他们的世界排名 是一个底气来的 一个女生排第一 男生排第三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譬如张家朗 对他意大利的剑手的时候 其实对方的世界排名 并不高 但是他无论击败 这个美国的对手 还是跟张家朗 贴得这么近来打也好 世界排名不是底气的一切 始终 从我们运动员那种心理的进步 不是只是一种技术的进步 而是说他出场那种自信 那种松荣 甚至没有令人感动 特别是江文慧 就是他几次输的时候 虽然他累耍当场 但是他向香港人说 不好意思 其实他不是因为奖牌的问题 而是辜负了大家的支持和热情的时候 就是那种输了 反而还去安慰别人 其实可以说明他们两位 不只是香港的体育事业 而是香港的一种教育革命 带来的变化 那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 无论是江文慧也好 无论是张家朗也好 或者是何思培 这些叫做大奖的运动员 其实他都不是我们 传统的主流的典型的 观众学校那里去成长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要思考 一个运动员他除了技术上 是很超卓之外 其实他整个心理状态的准备 就是我们当然不是网字笔薄 我们传统的或者东亚式的教育 固然是有他的优胜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这些来自 这个所谓国际学校也好 何大辉学校也好 还是在外国学成归来也好 为什么他们在那个自信 是吧 那和那种松容那方面是 比起其他运动员更加放得开的呢 特别我们看过这个香港的运动员 是吧 就是无论是在羽毛球 还是在乒乓球 这些坦白说传统 相比起游泳和劍击 我们乒乓球和羽毛球的历史 这么悠久 是吧 那个看起来更加足的项目呢 有时不是说在义的运动员 输贏的问题 而是说 从他们很多的肢体语言 甚至是子女行奸的表达呢 那种自信和松容呢 似乎是可以提升一个水平的 比如我们 无论是赛前还是赛后 我们都会提到 其实对方的世界排名比我们高啊 又或者是如何如何啊 那我认为是 八尺肝头更进一步啦 希望香港相关的运动员 我们除了在技术上 现时我们已经是 成为世界的列强其中之一了 不过可以是 更加是 享受那场比赛 更加是享受整个过程 那 胜负并不是不重要的 不过我认为任何的一个强者 尤其是运动场上的强者呢 并不是说长胜将军 并不是说长胜将军 而是说 在这个逆境之中 在这个劣势当中 甚至最后 我拿不到牌了 我输了 但是也有那种斗志 和有那种自信呢 我觉得这个才是 奥运场上最感染人的一幕 所以从这方面说 就算我们黄振廷的组合 拿不到奖牌 只能够是 在运箱乒乓球中 是进入到四强 但是呢 仍然是很值得他们自豪 也是值得香港上下 为他们骄傲的一个成绩来的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鼓励 互相连累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紧要按这个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 再进入到四强